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空降的沉香如泻 杨子和诚意带来惊喜 星寒辉煌有对手 夏季的电视剧场景真的充满了惊喜 梦华录一书既是奇幻之的 又是令人振奋的叙事 回味仍然与观众有关 中国古代的家庭伦理剧 星寒锦秀非常搞笑 这是仙境中又一个真正的踢馆戏剧案例 沉香如碎屑 仙境之王 搞笑双打的素材 这部剧是空降奇遇 没有宣传 没有设定 由杨子和诚意主演 张瑞 孟子怡 杨琪子 曾臣连妹出演 由古装戏古来演配角 这真的是古装剧迷最大的福利 无论是剧情还是服务 都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首先 情节 与早期的童话题材古装剧相比 这部剧的故事情节更加简洁直白 不拖泥带水 故事从杨子饰演的四叶寒梨仙严丹 从悬崖上跳下 然后闪回到五百年前 他和姐姐只惜从寒梨花变成人形的那一天 我最担心的是他们会受到诽谤 并给每个人起了自己的名字 他们虽然是姐妹 但他们的能力和不朽 却是天差的别 眼下只有一个负责人 而这个坏人就是不断在他们姐妹之间挑拨离间的人 六界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因为应援大人并没有暴露自己的弱点 尤其是这样做毫无意义 爱情就是答案 但应援君并非出自常规的仙人血脉 相反 他是修罗伊族的后裔 我不知道他最终是否会成为黑人 这是值得期待的事情 事实上 该剧的主角是 最引人瞩目的方面是主人公严丹 现在性格的发展 他对永生不感兴趣 相反 他之对打法 天赋和智力感兴趣 是一个很好的棋手 他也是先界所崇敬和仰慕的皇帝 从他的角度来看 他原来是一个坏人 如果你想用当代的职称来描述他 你可以称他为自由作家和导演 他慷慨大方 情商高 经济能力强 尽管他有时会冲动 他甚至以自己为赌注 引诱仙女下注 以换取有用的法宝 他在建立真正的友谊方面完全没有困难 因为九七家族在他的故事中是主角 所以其中一个必定是九七的后裔 他以为九七是在最后的创世之战中被杀的 所以写了一出戏来祭面他们的英勇世纪 然而天上响起了好绝声 智德 有一个后人有幸度过了童年和成年 在旅途中 他偶然发现了严丹引以为豪的作品《创世英雄》 他还跟应援军学了如何给小黑鱼仙子起名字 当场写下了鱼黑兔 不过小鱼儿却告诉他 鱼莫这个名字更适合他 因为他觉得黑兔这个名字太土了 这个表情让我笑得很厉害 他被描绘成一个光荣而公正的人 在整个剧中以不偏不倚的方式工作并维护正义 如果真是这样 应援军就不会认为他是一个有潜力的人才 应援军相信只要能把自己冲动的性格稍微收敛一点 在未来的岁月里 他无疑会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人 天使 天使 而男主的性格则始终保持着开朗的风度 从而在整个故事中避免了庄严皇帝的刻板印象 除此之外 他还是伯乐模式中的狮行帝王 他在人事管理方面非常熟练 他发现严丹只是浮躁 他用精神和肉体的手段比如破解 修腰带 熟练女红 超纤疏磨练心智 熟练女红让他负责内政 延续天宫 他发现 严丹只是浮躁而已 国际象棋是一种可以帮助提高个人能力的游戏 这种长情的近距离安排 让所有的山头都羡慕的发青 荧幕上的观众甚至希望能找到一份与此类似的工作 总之 关于味道服务 着装方面 整个素雅淡雅的白仙界都是标配 包括头饰和戴在额头上的仙女标志 这些元素在早期的古装剧中都没有出现过 以往 魔界能找到的印记 只有独一无二的 这一次 情况完全不同 额头上印记的形状 也随着鲜味的高低而变化 仙界本身也因仙界的不同而不同 不过 他们都是白的 除了姻缘 有着独特的历史 被抚养长大的皇上漂白了 但是 这不能透露给其他任何人 因为这是一个秘密 装发发型 不矫枉过正 仙气飘飘 不过 虽然每一件仙谱和掌握都有淡装的应用 但也各有各的特点 在道具和特效方面 我们努力重现书中的场景和装饰 并且将法术的独特效果设计的尽可能逼真 在演员的表演中可以看到更多的自然主义品质 尽管即将第三次竞选公职 但杨子还是很有少女感的 穿上古装 她的历史人物就很有魅力 她用自己自然的声音与材料配合得很好 很悦耳 诚意一人坚韧 一模一仙 诚意一人坚韧 此刻的英元君 在这仙界 算是比较潮的了 但是 我希望能发现潜伏在背景中的恶棍 像张瑞 孟子这样的演员 在演戏方面都是高手 简而言之 这是一部令人愉悦的电视剧 可以激发观众寻找更多的电视剧 目前只有两集在播出 没有太多的冲突发生 很可能已经确定了角色的身份 如果你看介绍 你会看到他们两个人都会有三个生命 总共有六个生命 我寄予厚望 她将为观众提供独特的观看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